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年一次 球迷盛大的节日 尽管我不是一个标准的足球迷 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每隔四年就跟着大家凑一回热闹的那种伪球迷 但是这不妨碍我和周围所有的球迷 一起感受这种节日的气氛 今天来到现场的应该都是球迷吧 为世界杯已经做好准备的请举手 已经为了世界杯准备熬夜的请举手 已经为了世界杯打算在所不惜逃课的请举手 请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学生 其实我也是个运动健将 看不出来吧 但我的运动天分是在大概上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才慢慢体现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体育课是不是还要扔那个垒球 我当时大概在班上排在就我的距离的长度 我扔出去的长度大概是排在第三名吧 在女生当中 我觉得人生当中有一项自己热爱的运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今天站在这里和我们分享的这位 他就用他的亲身的经历和故事告诉我们 这样的坚守意味着什么 请看大屏幕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场当务赛 每赢下一场 这里你的梦想更激 2013年11月9日 随着广州恒大队在亚冠赛中获胜 沉寂多年的中国足球荣登亚洲之巅 恒大队队长郑志也因此被授予了 亚洲足球年度个人最受荣誉 亚洲足球先生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 更是郑志从小到大的梦想 24年前 10岁的郑志开始接触足球 24年间 他帮助效力的球队拿过五次中超冠军 并获得两次中国足球先生的称号 但作为中国国家队队长的他 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梦想 不管说我带领国家队也好 或者说谁带领国家队 或者谁来带领我的朋友 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参加一次世界杯 能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那么就是算是梦想的 掌声有请开奖嘉宾 郑志 谢谢各位 今天来录你的节目 我的同事都提醒我 说千万不要让政治站在你的身后 说一定要经常用眼睛盯着他一下 一旦他要在你背后 会很危险 2006年6月8日 世界杯之前好像一个友谊比赛 热身比赛 法国队的队长西赛同志 他绝对没有想到 他那一届的世界杯之梦 断送在了中国队的上 让他梦碎的这个人 就是我 就是你 好像是从身后过去抢球吧 我记得 应该他在我身前 我问郑志 我说你是在他身后吗 他在我身前 他确实在我身前 好像是他就因为那个受伤 世界杯没提成 现在还是好朋友吗 见面还能说话吗 见面肯定 我估计那次以后 他肯定是反正记住我了吧 朋友 朋友撑不上 但是我觉得他会 可能他一看世界杯的时候 他会想到 中国还有一个反正我知道的人 政治曾经被 国外的一本体育杂志 评为 十大足球恶人 就是场上脾气有时候不太好 有一次据说有一个裁判 没跟你握手 你追着人家满场打 说这是足球纸上的 一个奇迹 就是因为裁判 没跟他握手 政治反正追得满场跑 我怎么说 这可能被演绎了 我不是追着他满场打 我是追着他满场跟他握手 这绝对是东北人的皮静 我就觉得握个手有这么难吗 虽然场上不管发生什么争执了 对不对 但是比赛一结束了 大家还是要应该互相尊重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握手有这么难吗 他觉得挺难的 满场跑 那我就满场追 最近在网上有个特别流传的一段视频 就是关于在东北 如果有人问你 你瞅啥 这三个字 你该怎么回答 属于挑衅 对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东北人 公众场合 突然过来一哥们 很奇妙淡起的问一句 你瞅啥 我们一个应该怎么回答 才能保证不被 才能保证我们不被人家追着握手 这个你得 首先我觉得你得先看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 身体占不占优势 你要觉得你自己 你要觉得你自己身体占优势 他说你瞅啥 你就说 瞅你怎么了 太对了 或者说你们 如果 你们再说各位旁边 如果有女孩子的话 那你肯定会说 瞅你怎么了 对 但是如果 确实身体也保证优势 我应该怎么回答 才能避免握手 你怎么 你只能回答 大哥瞅你这么眼熟吗 所以 运动员 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一起 和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一起走进他的世界 掌声有请郑志开架 首先我今天来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 我是想说 我不想成为大家的榜样 或者怎么样 只想说我来到这里 只说以大家的 一个朋友的一个身份 来跟大家一块聊一聊 我作为一个球员也好 或者说我去参加 或者我去冲击世界杯的 这么一个经历 可能每个人 都会去关注世界杯 但是我觉得 你们可能更想在电视上 看到自己国家的国家队 能够在世界杯上去比赛 在中国球迷来讲 可能只是在2002年的时候 有这么一次机会 那么之后这几届 可能都很遗憾 2002年世界杯结束之后 我第一次进了国家队 当时我记得 进国家队的时候 听到我入选 我很激动 但是我又不想表现出来 可能我自己偷偷找了一个地方 自己庆祝一下 所以说 我入选国家队算是我梦想成真 因为我从我小的时候 入选国家上人队 入选国家青年队开始 那么我就梦想有一天 能够代表真正的国家队 能够比赛 我就是想说 2002年的年底 我们在广州有一次是跟这个 巴西队的比赛 当时2002年世界杯的冠军 巴西队的这个 罗纳尔多呀 这个 小罗纳尔多呀 都来到广州了 那么是我 代表国家队第一次跟这些 这些这些巨星 那么一块这个这个这个 呃 比赛吧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有了 国脚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 可能你入选国家队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什么 但是当当你站在球场上 你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好的 这个球员 世界上最好的球星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哦 这个原来你代表国家队比赛 是是是是这种感觉的 虽然我的国家队经历 很多都是惨痛的 但是也有美好的时候 我代表国家队参加了 呃 我们在北京打了一届 这个这个本土的亚洲杯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看我 我们那届打亚洲杯打得非常的 呃 怎么说呢 非常的出色 整个球队的信心吧 呃 也是非常 爆棚的 我们那届亚洲杯呢 算是 中国国家队 在亚洲杯上最好的一个成绩 是亚军 也没拿到冠军 呃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呃 我们04年拿了亚洲杯亚军 非常有希望这个 去冲击这个2006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德国世界杯 呃 我记得 呃 世界杯的一选赛 应该是04年的 11月份 嗯 最后一场比赛 这个可能有的人 也都记得 反正我是 呃 怎么说客户明星吧 当时我记得 我们是跟科威特是同分的 然后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需要这个 看两个队的竞胜球 所以说我记得 我们最后一场比赛 是跟香港在主场 在广州 有很多人讲说 这个呃 科威特在西亚 也是在主场 那么他们会 做很多很多的 这个场外的工作 也希望我们中国队呢 能够做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场外的工作 比如说把这个 场地的灯光给 给给给给给 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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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吃比赛延误那么几分钟 那么使我们的比赛呢 能够 晚于他们结束 晚于他们结束 我们就可以知道对方的这个结果 知道对方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这个 按照对方的结果 来打出我们自己的结果 但是 怎么怎么讲呢 这个我们中国的球队也好 我们中国人也好 这个不想做那么龌龊的事 是不是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这个 大家都知道可能我当时有一个点球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点球没踢进 这个球队很快获得了一个点球 这个点球打进的话 中国就在竞争球上 还会领先一个 实际上现在的比分 不能代表这个比赛 对 郑智 郑智准备阻罚这个点球 出跑 还要把球扑上来了 要看这样的机会 这个时候 香港队又换人了 24号 他们迪上 他换下了4号五位强 最后是我们擦了一个竞胜球 没有进到最后的这个4强赛 那么 怎么说呢 当时有很多人跟我讲 说有可能 说上次有可能因为 你那一个点球你踢进了 说中国队有可能8比0赢了 但是可能对手 最后还会再多进一个球 中国队也出不了线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肯定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 如果有我的这一个点球 有我的这一个进球 那么可能国家队就进入到4强赛了 那么可能我们就有机会去 这个冲击06年的世界杯了 所以说呢 我说当时我那种感受呢 现在我回想起来可能 现在想起来可能 我觉得球员可能都有点球发不进的时候 但是都会 可能都会过去 但是呢 那个时候会去想 点球不进 你要分什么时候 但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呢 你没有发进点球 可能影响了整个 一代球员也好 或者说整个影响了 所有的一支球队 所有的中国球迷 四年的这种 翘首期盼 那么这个连冲击世界杯的 这种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那个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沮丧 就每天都想这个球 而且呢 怎么讲呢 犹如我自己 这个作为一个 这个国家队队员的 这么一个使命 我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可能 那个时候我觉得 可能把自己的这个高度 想得有点高啊 这个觉得可能 所有的球迷 所有人都在看自己的国家队 而且04年 亚洲杯的成绩又那么好 那么我们这个 最有希望 冲击世界杯的 这么一届国家队 那么这个 失败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觉得 可能自己的能力 可能还是不够 那个时候我想 如果我有机会 能够这个 你说能够 到欧洲最顶尖的 这个足球舞台上 去锻炼一下自己 这个会不会有 这个能够帮助到 国家队也好 当然能够帮助到 个人这个水平的 这种提高 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记得04年 去了英国的一个俱乐部 去那失去了 一个星期吧 没有 这个 这个当时我觉得什么呢 可能能力有限 但是可能 更直观的感觉是 这个欧洲国家的 这些球员也好 教练也好 对你这么一个 国家的足球水平的 这么一个认可 首先从他们心底里 会感觉你的能力是不够的 那么我又联系了 第二个地方 又去了德国 在那里训练了 大概有一个星期 左右的时间 然后这个 当然人家也找了一个 比较 这个怎么说呢 国面堂皇的理由吧 最终也没有 把我留下 那个时候算是我第一次 走到国外去 看到这个国外的 职业足球 那么我看到了以后呢 就更加坚定了 我自己的这么一个 一个信念吧 所以我通过那次以后 我就更加坚定了 我要出国踢球 这么一个信念 那么两年之后 2006年我终于能够踏上 我做足球的顶尖舞台 那么我加盟到这个 这个英朝 在那里我接触到了 真正的职业足球 接触到了 世界上最顶尖的球员 最顶尖的联赛 最顶尖的联赛运作 那么也是 也是我真正看到了 这个怎么说呢 中国足球与这个 世界足球的这种差距 当然我们这个 我们国家的足球 联赛也好 我们国家的足球 这个时间很短 可能短短十几年 二十年的时间 可能国外 欧洲的足球水平 足球可能有 一百年的时间了 所以说那里 非常的 非常成熟 那么你作为一个球员 你到那里感受到 那种气氛 真的是你 怎么说 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的 我记得我的第一场 英超联赛 客场对阵漫联 替补上场 准备 准备 噢,他下了,Panjie! 每天都猜猜了,就是Papac的挑战 他正在地上,正在地上,正在地上,正在地上 很棒的驚喜,Mendez 第一次Bazzard駕駛,Papac不在地上 Papac不在地上 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 说我在老特拉夫德踢球 但是当时那么想 首先不能给我自己丢人 第二我也不能给中国球员丢人 不能让人看出来我们中国球员不行 所以说第一场影超联赛 在那就算出场了 出场了以后上去一踢 觉得还行 跟我差不多的水平 所以就要说有很多事 你要亲身去体会 所以说那时候就算是第一场比赛之后 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信心 在英国就算还算比较顺利 球队一直都能够提上比赛 然后一直能够出场 也是自己得到了锻炼 那么我们今天讲世界杯 然后我又迎来第二次冲击世界杯的 这么一个机会 每次我们冲击世界杯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 这届世界杯是最有希望进入世界杯的 这么一支国家队 讲到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当然也信息肯定是有的 但我们要冲击世界杯 但是有各种各样原因 我们最后冲击又失败了 我对那届冲击世界杯的感受 已经稍微模糊了 因为我们那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就被小组淘汰了 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我觉得 为什么中国国家队想参加一次世界杯也好 或者说球迷想看我们国家队去参加一次世界杯这么难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足球已经跌入了一个 怎么说跌入了一个低谷 那么很多球迷也好 很多老百姓也好 对于足球来讲已经彻底上市的信心 虽然那个时候觉得有一点不甘心 但是有一点委屈 但是从心底里 我觉得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从心底里我还是能够接受的 因为怎么讲呢 我父亲是一个球迷 我从小也是以一个球迷的身份喜欢上足球的 所以说我觉得 在用一个球迷的身份 来看到这个国家队的这种失败也好 这种不作为不争气 那么大家会骂 大家会埋怨 这都是特别正常 所以我从心底里是特别理解这个球迷的这种心声 所以说特别希望能够 能够这个 怎么说 能够给球迷带来一点快乐 大家也知道可能去年 13年 广州恒大 在俱乐部层面上 应该说 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我们在亚冠联赛上 拿到了这个亚冠的冠军 无论在 这个意大利的俱乐部层面上 还是在我们 广州恒大的层面上 都取得了非常非常 优异的成绩 非常非常值得骄傲 整个 这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时刻 我们看到 李奇好像一转身默默地离开了半场台 很久很久 我们国内赛场之外 很久很久没有在亚洲 或者说更高级的赛场听到 这首歌是个我们的球队详细 现在想起来我也非常享受 每一场比赛的那种感觉 享受的是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享受的是 给球迷 给你们带来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 今天世界杯就来了 就像我刚才开场的时候 我讲的 每个人都会关注世界杯 但是作为中国足球的员 或者说我作为中国国家队的队长 那么我最希望的 我最大的一个梦想 也是希望我能够和国家队一块 能够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我现在年龄很大了 可能我可能下一届世界杯也好 在后面的世界杯也好 我可能不会 有可能不为球员的身份 能够去参加 但是我可以确认的一点是 你们在座的各位 肯定会有机会 作为一名球迷 在电视机前也好 在现场给自己的国家队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去加油 去呐喊 去主委 谢谢 踏场火车加多宝 欢迎进入由梁卡领导者加多宝 最佳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 电视新年公开课 开讲了 谢谢各位 为了我的安全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你刚刚开讲 才十分钟的时间 没跑没动 就一头汗 我很奇怪 你在比赛的时候 一跑跑一个多小时 为什么也没晕倒 这个因为我确实特别紧张 你知道吗 因为可能有 我踢球的时候 可能有十万人 七万人八万人来看我踢球 可能我一点都不紧张 但是这个 好几百人来听我讲话 这个我第一次 这环境不太熟悉 这个在做东西 这个文化人 我有点自卑 哎呀 三周 你瞅啥 你觉得如果现场 跟你把草皮铺上 感觉可能都不一样 再来个球 再来一球 你再在那边站着 对 我在那边站着 还有一个问题 亚冠八强的时候 你在抽签 抽中了 悉尼巡游者之后 你笑啥 笑了吗 这个 那看看第二只 抽出来的是谁 这个时候 广州球迷 广州俱乐部 要把他们的法力 传输到 政治的手上 已经抽出来了 这样一来 广州恒大 确实抽到了 上上签 或者说是神签 他们的对手 就将会是 来自澳大利亚的球队 西西尼游浪浪者 Are you happy 这个我觉得 我自己神手 抽出来的签 他们想问你 笑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我 我还说 我记得我没笑 我当时挺淡定 那就完全属于控制不住了 没控制住 没控制住 因为我觉得 其实抽签 怎么说 对于一个球队来讲 其实占不了多少比重 最主要的还是 要你自己准备好 然后 把比赛去踢好 但是可能 抽签的签位也好 或者说 包括组克场的 这种形式 对我们 可能踢起来 会更有利一点 最后一个 纸条上的问题 说在生物学上 有一个概念 叫做外来物种入侵 我听到它的词以后 比较熟悉 像牛蛙 拧进中国来以后 完了 就它在哪个池塘生活 那个池塘里 别的同类 就基本上 就别在这儿待了 你瞅啥 就是这样 对 基本上就 外来物种入侵 有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他就问 你认为俱乐部内 目前高水平的外援 他把这些外援比成凝朴 对提高国内球员的实力 帮助明显吗 还是说 他们可能会影响 国内相同位置球员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有利有弊 他提这个问题很好 我觉得我们先说不好的 可能确实是这样 比如说现在国内这些位置 大部分的这些位置都被外援占据了 但是我们也往好了讲 会起到一些带动的作用 如果你请了一些好的外援过来 那么尤其是一些年轻队员 年轻队员因为他们还在成长 他们有很多 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讲 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进步了 但是说从对于比赛的理解 对于足球的这种理解 会从这些外援身上 会看到很多积极的东西 接下来 前面有八位青年代表 周继红 你写的是什么 我火金 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因为说实话 这么简直 说实话 在我刚 我和我周围的同学 听说郑志要来开奖了 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们真是被他这种 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 所深深地打动了 因为毕竟大家都清楚 中国足球在每个人的心目中 是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 不管你懂不懂足球 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调侃和宣泄的对象 你说啥 你确认吗 那我就想问 既然这样 你难道不怕被大家围攻吗 我觉得这个 你提这个问题 好像要不要赶出这个舞台 我觉得这个 他的意思是 平时你比如在场上踢球 因为球迷隔得远 没关系 但是在现场 这种面那边 你有没有考虑到 万一大家对中国足球 有点什么情绪都发泄在你身上 其实我作为一个球员 非常理解 这个作为这个中国球迷的 这种心态也好 或者说这个希望能够 国家队能够出好成绩的 这种心理 这个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所以刚才我也讲了 就算大家骂几句 大家发泄一下 这个作为我们球员 现在是能够 非常坦然的 能够接受的 因为确实我们做得不够好 这个没有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所以说我来这里也想跟大家说呢 希望你们呢 再拿出那么一点点耐心 能够等待着中国足球 能够崛起的那一天 也非常谢谢郑志 那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了 不过我身旁坐的这些战友们 真的绝非善类 最后四个字 祝你好运 谢谢 郑志先生你好 小大哥好 你好 就是我来之前 曾经问过我同学 关于你的看法 很多人就说 你是一个非常张扬的人 非常有个性的人 然后我也查了一下你的资料 包括小大哥刚刚说的 被评为足坛的十大恶霸 你在赛场上 也对这个裁判喷口水 包括踢断队友的对手的脚 喷口水是什么概念 我在网上看到的 然后你是不是 今天注意到 我们这些青年代表 都来者不善 所以你一直 压着你的这个脾气 然后表现得非常的友善 好像我们不好对你发难呢 我告诉你 他如果有一个出口 也是在你这 所以我就想问 你是不是今天压着脾气 故意表现很和善的样子呢 你是第一个 说我特别张扬的 那么一个人 其实我在生活当中 脾气特别好 我这个上了场以后吧 人格分裂还是什么 这个上了场以后 就是这个 好像控制不了自己 但是我呢 从来不跟自己的队员 自己的队友 这个去发火 或者是怎么样 而且我这个 平时在生活当中 可能在底下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 喜欢讲话 喜欢调事的那么一个人 但是到场上呢 就直接到场上 就跟黄建祥说的一样 附体了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结果呢 事故要一郎 亮亮的枪枪 脚步没有扎我的情况之下呢 勉强来了一较远势 这个有必要吗 迪亚曼蒂更没必要 政治呢 吃了一张黄牌 对方呢 赛元桂红呢 是有意识的 来挑一下政治的火气 是啊 按理说像这种球 正值得一张黄牌的话 对方至少咬一张 是 在无球的情况下 用胸口去撞一下 明显的一个挑衅的动作 而且倒地以后 这个右脚 想去踹了 但是没有踹到 有可能 我很难想象 有的时候职业运动员 真的在某一瞬间 你那种状态 可能下来回合 你自己想 都觉得 对对对 挺不可能的意义 回到家以后 自己再去想一下 你自己可能会觉得后悔 你可能会有一百种处理的方案 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你做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举动 但是这个 在这场上很多事情 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 其实我是非常支持队长您的 因为我从02年就开始关注到您 然后包括他们今天有的人想喷你 我也准备了很多好话 想帮您说 您之前在一个访谈上面说过 说中国球员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 就是说做得好了 没有人关注 做得不好就很多人去喷你 但是我们就看到 包括日本队 人家0比1 0比2 0比3 更多落后的时候 他们是越多的呐喊 越多的狂欢 越多的加油 但是现在中国 0比1落后就已经是一个极限了 0比2就开始各种骂出来了 我们可能也希望看到 可能你输了一场比赛 那么可能球迷还不会离场 会站在那里 会给你唱赞歌 那么可能有更多的前提条件 可能你赢了更多的比赛 偶尔输一场两场的 这个球迷会这样做 如果你一年赢一场两场的 输二十几场的话 我觉得球迷 任何球迷都不会这么做 好 谢谢先生 分析得非常客观 而且也很坦诚 确实如果 这个失望和遗憾多了以后 它会累积成为另外一种情绪 但是我希望的是 中国的足球 未来的发展 真的除了球员之外 作为球迷是一个很重要的 左右的力量 你好 政治队长 你好 小夏老师 我写的这个是 中国最累的队长 您也有可能是 中国最累的运动员 我说的这种累 可能不仅仅是我们身体层面 而是心理层面的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您一直这样的坚守 可是上次在这个宋老师 来到开讲的时候 我也提过 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体育的话 会让我们在 无论是利益的取舍方面 无论是在荣誉 国家队俱乐部等等方面 我们会有很多的选择 这些选择中 我们就很难做出取舍 今年你已经34岁了 曾经你也在采访中说过 我希望带领中国队 冲击一次世界杯 您又是如何做到 在这些压力面前 勿忘初心方德始终的呢 谢谢 我觉得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这个中国足球可能 有很多事情会很复杂 也会很漫长 但是作为我们这个球员 最直接的参与者 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去改变的 还是说从自身做起 这个要提高自己的能力 提高自己的水平 各个方面如果有改善的话 这个我们的成绩 就会这个自然而然的提升 我觉得刚才有观众 在讨论里问一下 就今天的中国足球运动员 如果踢得好一点 你们所享受的这种 众人瞩目的感觉 以及优厚的生活条件 都应该是让很多 到不了这个层级的运动员 羡慕的 所以大家也在说 当这种条件保障了以后 会不会有可能 让你们懈怠下来 会有这种 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 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俱乐部层面 对 都是市场化 都是在市场化 因为现在这个 全世界的职业足球 已经走到了一个 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我们国内的足球 也在朝着这个方向 在发展 但是呢 如果说你能够 进入到国家队 这个穿上国家队的 这种战袍 那么就完全是 另外一种心态了 你不会去考虑 这个其他任何过多的东西 你只想着这个能够 这个为这个国家 能够做出一点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 这种心情也好 这种状态也好 不是这个 用条件或者金钱 能够满足过 谢谢教育队 其实我也想跟您说的是 既然有您这样的一份坚持 我相信中国足球 我相信像我一样 甚至比我更老的人 我们依然会重新燃起希望 哪怕有一天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也许政治 在已经80岁的时候 踢不动球的时候 中国队在那一年 却已经进入了 世界杯的决赛 你依然会对你的妻子说 丑茶赶快扶我起来 是 谢谢 会有这一天 你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就是 他俩一块坐着摇椅 看足球 你能想到我最浪漫的事 对 他是CCTV5体育频道的记者 所以他的这个说话风格 明显带有这个足球解说的感觉 就是一直在说 但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曾经 因为你们在现场 踢球的时候 是听不见他们 只有电视机前观众能听见 事后回看这个电视节目 听到他们的解说 你有没有曾经想冲上去 揪住这个解说员的 左领子的这种冲动 这个我觉得解说员更多的 是让这个快等足球的这些 这些球迷 稍微更多了解一点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 这个推一的球员 去去去去做这个足球的解说 我觉得这样更好一点 真的未来有一天 如果你不踢足球了 有可能会去解说足球或者是 不排除这种可能吧 还好 来 杜孝天 小小老师好 曾志队长好 那么我跟其他青年代表不一样的 可能就是我不仅爱看球 而且我自己也是从小学开始 就接受半专业或者业余 这样足球训练 那么在现在虽然说也在校队踢球 但是已经应该说是 同年的那个足球梦已经破裂了 你今年足大 我现在已经20岁 20岁 已经20了 我祝福你 你童年的梦想已经破灭了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 应该说是有一个非常欣赏我的一个教练 他非常欣赏我的天分 然后我爸虽然说是一个球迷 但是应该说他一直对当时中国的那样一个足球环境 是持一种质疑态度的 我就想问一下 政治队长 那么您如何回应 就是当前这些家长们 或者说如何让更多的青少年 能够有这样一种决心 不半途而废 能够一直坚持的把球踢下去 对于现在家长面对孩子这样的一种爱好 他们的态度有的时候挺矛盾的 业余玩玩可以 如果真的孩子说我要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加两分对这句不行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像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 每个家就只有一个孩子 所以说让他去读书或者让他去踢球 是一个挺难的这么一个抉择 所以说这就是导致我们现在 没有青年球员顶上来的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说现在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要和教育部去合作 那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让所有踢球的孩子在学校当中 去培养这个兴趣来 而且在学校当中来接受这个 办职业的这种训练 如果说你有这个足球的天赋 那么你可以继续走这个职业化的这种道路 去做一个职业修员 如果你没有这个天赋 不能继续走这个职业修员的那种道路 那么你可以继续完成你的学业 那么在其他领域做更多的贡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小夏老师好 丁志老师好 我首先要说我不是一个球迷 而且我其实并不懂足球 但是我记者宋世雄老师 曾经就在这个讲台上说过 没有足球精神 就算给40亿也是没有用的 我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理解 中国足球运动员 没有的民族精神是什么 像你说说的民族精神也好 不光是中国足球队 所有的中国人都需要有这个民族精神 可能大家觉得 有的时候中国国家队的队员到了场上以后 欠缺一点这个精神 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说 可能在足球场上 不是说像打仗一样 你要把对手打得投过血流 就是你有精神了 可能在这种精神的同时 还有更多的一种战略 或者说这种战术 其实之前大家也都在讨论说 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体育项目 在世界上占优势的往往是 独自一人发挥的项目 对比如像乒乓球啊 像体操啊 就更多的是 当然也有团体比赛 当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往往能将技术的东西发挥到极致 可是当需要一个团队来相互配合的时候 说这个往往成绩不如人意 除了中国女排在曾经的历史当中 为我们创造过三连贯的辉煌之外 好像中国的这种集体打球项目始终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一个人这种精神呢 更容易提升 可能是个人的 因为它提升起来可能会比较快 比较快 这个集体呢可能会更困难一点 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意志不一样 每个人的心态也不一样 所以说你刚才讲的 这个以前我们这种女排精神 我想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们都应该这个去发扬 去学习 成色 小萨哥好 志哥你好 我想成色志哥应该不会陌生吧 我在06年第一次接触到足球 是看山东鲁能队的足球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志哥 因为他进球的那个动作 我真的是特别的喜欢 因为他会亲吻他的戒指 是这个样子 我想作为一个男人 他在球场上还记得他的妻子跟孩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 你关他能够仔细的 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吧 那你在英国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孩子 那当时你有两个选择 可以让孩子加入到英国国籍 也可以加入到中国国籍 但是你最后选择让他加入中国国籍 那你是想让他以后也像您一样去踢球 去完成你没有完成的梦想吗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观众将有机会获得 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开讲了由纽崔来独家特别呈现 纽崔来80周年品质承诺 你最后选择让他加入中国国籍 那你是想让他以后也像您一样去踢球 去完成你没有完成的梦想吗 加入中国国籍这是必须的 因为这个我们是中国人 这个一定要跳通过国籍 第二呢 现在我可以说我的小孩 现在小男孩已经五岁了 算是开始接受足球的训练了 足球可能会有腾飞的一天 这个靠什么 可能靠我的小孩 或者说靠你们在座每一个人 以后会让自己的小孩去踢球 那么可能我们的人口就多了 我们这个出球员的这种概率就高了 他在场上脾气怎么样 会追着队友握手 扫描屏幕下方二绵码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开讲了 由纽崔来独家特别呈现 纽崔来80周年品质承诺 他在场上脾气怎么样 会追着队友握手 五岁的小男孩应该也是有这种 个性上你能看出来也是挺争强好胜的 因为我觉得去搞体育也好 去搞足球也好 可能有的时候你更多的 不是希望说他去 真的是去成为一个球星 或者说他以后会去赚多少钱 那么更希望说能够 第一能够锻炼身体 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强作 那么第二能够培养出来一种 这个团队的精神 那么一种体育的精神 我想不管以后到其他的领域里面 这种精神也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真好 谢谢 他亲吻戒指 据我所知 是他爱人规定的 就如果进了球 他忘了亲吻戒指 回去以后 爱人就会说你臭啥 因为作为职业球员的家人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常年在外面 节假日基本没有 因为每到周末我们就要进行比赛 所以说对于小孩来讲 特别不公平 他们休息的时候 我就要工作的时候 所以说基本上 没有跟他们在一起节假日 如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如果有时间 还是尽量希望能够弥补 中国的足球 每一代人都在努力 我们共同期待吧 也许下一届世界杯 可能你不会是场上的球员 但是也许你会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作为中国国家队的一份子 不管是从事怎样的工作 见证着你的梦想的实现 中国的足球站在世界舞台上 就应该只有一个标准的案 当别人问你瞅啥的时候 中国足球的回答就一句话 愁你了 散地 感谢圣君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谢谢